白带浓稠白色怎么回事 贾小文 西电集团医院 妇产科 主任医师 要评判白带是否正常 咱们有几个点 大家要注意一下 一个看你的白带的量是不是多 第二个就是 看你的有没有颜色的问题 发黄 还有一个有异味的情况 当然我们还要结合你的月经周期 现在是个什么样情况 白带发黄肯定还是有一定的炎症 它有些炎症了以后 白细胞对细菌的消灭 我们把它叫消灭 消灭以后它会产生浓细胞 浓细胞它就会出现这种发黄的情况 那么阴道发炎 宫颈发炎 子宫腔里头发炎 都会导致白带变黄 所以说要去医院里头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地方 在出现这种炎症的变化 我们需要查白带 甚至还要查一下宫颈的情况 专家提示 判断白带是否正常 一是量是否多 二是有无发黄 三是有无异味 结合月经周期进行观察 白细胞消灭细菌 产生浓细胞 出现发黄情况 因到发炎 宫颈发炎 子宫腔里发炎 都会导致白带变黄 因此需要检查 白带情况和宫颈的情况 观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